《中文字幕》 十一二岁吧就比赛了 就是一个小的大的一个台子 然后就是一个小型的比赛紧张吧 但是我是那种跳起来之后就可能会放松很多 包括成就感的话 可能比赛赢的话也是一种成就感吧 因为你那么长时间的努力 然后通过一场比赛赢的话 也是会有成就感的 我觉得没有痛苦的回忆 因为我是最后选择了它 所以说我做这些事情是开心的 是快乐的 如果有的话可能是痛吧 因为breaking是需要拉筋 但也不至于像一些民族舞拉得那么狠 但是快乐的话就是很简单 是一种放松的方式 是享受自己在音乐中的方式 或者是进步的时候也是会快乐 没有 首先我自己不是一个很练家的一个人 然后也很想出去玩也好放松 但是主要也是出去能够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就会觉得没有很孤独 累是肯定的 因为每天都在训练训练训练 累是肯定的 对 其他的就还好 那时候是刚刚出道两年吧 然后本来也不太爱说话 然后也不会说话 又要去一个主持的节目里面 就是这是最大的担忧 但是后来发现我其实不用说话 那些歌客们都可以说 然后我就有了新的担当 对 我就觉得是一个能够提升我自己的一个地方 就是能够接触到很多各行各业的优秀的人 然后包括平时我会喜欢放松充电的话 就是平时跟我一些我自己喜欢的爱好 那些很优秀的朋友们在一起玩 如果三个词来概括成语的话 我觉得是冲动 热血 然后又聪明 一直在浅线 因为我们每一次经过一些边境线的时候 他们都要查车啊什么的 就感觉真的是很危险在做这个境种 让我更加觉得这个境种真的是很危险 就是同时很伟大的一个境种 公益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然后我去到那边最大的感受是帮助 需要帮助的人 虽然我做的不够那么多 但是我在做的过程中我觉得还是很开心的 还是在做一样的事情 那继续主持 然后继续拍戏 只不过可能身边的变化是比较大 但是我觉得我做的事情还是一样 肯定会给自己提醒 因为关注越来越多了 很多只眼睛都在盯着你 肯定自己要继续做得越来越好 尽自己的所能做到最好吧 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做到最好 继续努力 然后拍好的戏 然后尝试更多的角色 感谢观看